Hello,大家好,今日跟大家讲106, 什麽是106?1月06日,即是1月6日, 是什麽事?这件事發生在香港, 但是是辐射到全国, 是辐射到共产党某一些禁声的行为, 就是在1月6日2021年, 香港警方一下子突击去拘捕了最少53位泛民人士, 这件事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是突然间出击, 其实很多泛民人士已经估到一定会發生这种事情, 只不过大家都不会计算, 亦都准备了,它突然间出手了。 这件事情出现了之后, 今天跟大家讲一些,你可以说有少少玄学的味道, 亦都有很多是历史研究的味道, 亦都有很多是眼前现实观察的角度, 所以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今日所讲的内容。 这件事情一爆出来之后, 我脑裡面立刻弹出3件事, 第一件事其实不是轻松是悲哀, 是讲到一套戏的, 这套戏不是很多人记得, 但是香港六一辈就会记得了, 如果六一辈,你会记得陈宝珠,曾刚, 曾刚现在有时都会演戏的, 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 好姨、薛家燕, 什麽事,你突然间讲一些娱乐东西, 因为106这个大抓捕马上令到我想起陈宝珠、曾刚、薛家燕, 还有我逢睡饭等等, 合演过一部戏, 那部戏叫什麽名呢? 大家听着, 那部戏叫做总有一天捉到你, 那是讲什麽的? 内容其实是讲一些鑽石大道, 我不是讲内容,我只是讲戏名而已, 那个戏名是否跟今时今日眼前光景一模一样? 官方,我一定找到个理由,我捉住你, 是否总有一天找到一些理由来捉住你, 跟那个戏名总有一天捉到你,是否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从一个文学的表达来讲, 我们很感慨了,是吧? 为什麽文学上面、电影上面、娱乐上面的东西, 某些就好像在现实上面有联系的, 虽然内容不同, 但是那个名马上就触动到我们这一类 过去很纳杂的周围看东西的人。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马上连上到的, 106与另外一个数字是非常接近的,是什麽呢? 709,又是什麽来的?我想大家会比 刚才讲的总有一天捉到你, 是更加贴近一些,就是什麽呢? 2015年大陆是否發生了7月9日, 这个709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 是的,结果有很多人无端端被抓, 还有他们律师楼裡面很多助理, 以致是相关的人士,以致他们某些家属, 一天裡面,当时如果那个记录是没错的话, 大概300多人,同一天裡面被捕。 被捕之后其中有一部分过了一年之后开始松动, 但是有一些是被撤销的律师资格, 有一些还继续抓住最后一个放的就是黄泉璋, 黄泉璋足足是三年多四年的事情, 他太太李文竹不断去救夫, 到最后一个放出来的时候最新的消息, 就是黄泉璋有些出来的生活, 他都要继续适应,即是监狱后遗症。 现在到最新的,那时候维权律师, 到今时今日与香港12个港人在深圳打官司, 劳思慧等等,任全牛等等, 他们同样继续维权,但是结果同样被钉牌。 所以106这个事件, 跟709的大抓捕, 其实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是要意见声音,不准再出声。 所不同者,地点、时间,或者当事人, 现在是泛民人士,不止法律界。 所以,这是我第二点想到的。 第三点我想到的是什麽呢? 1967年,什麽来的? 1967年香港那一步一定很清楚, 当时左派暴动, 左派叫反英抗暴。 最相似的地方是怎麽呢? 就是说有一批觉得是要争取他们的公义等等。 最相似的就是警方是濫权濫暴、濫法。 那时候港英政府,你现在问一下, 他那时候乱去捉不过捉左仔。 现在很多左派的人都讲, 当年我13岁都有经历,不如我走得快脱身而已。 当时那些人说在公会, 左派公会正在吃饭。 吃饭,那时候无限聚令, 但是警察冲上去,为什麽你们聚集在一起? 在吃饭,当然坐在一起了。 于是曾经试过在公会裡面, 清场的时候是多亏暴力。 你看那时候放催泪弹, 那时候是专门针对左派群众的。 现在亦为而处, 警方同样是扮演一个专政的工具, 只不过是国为其主, 现在是去打压泛民人士而已。 所以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 我们很感慨了。 为什麽历史又是那麽粗线条重复, 只不过角色、性质或者内容有些不同, 都是令人很伤心的。 我们不妨可以看106这个事件, 为什麽官方, 其实现在国安法在去年推行了之后, 什麽都黎庭素要禁实了, 为什麽现在还要赶尽杀绝呢? 我想微观点来看就这个事件, 有三样东西就是他们的目的, 这个不讲其他宏观一些的目的。 眼前微观一些的目的, 首先第一样东西从官方的角度, 我所指的这个不一定是香港, 可能是北京, 从官方的角度是怎麽呢? 当然要秋后算账了, 如果不是, 告诉这些泛民人士由2018年开始反对, 2019年裡面有6月开始, 那麽多的碰撞,到国安法出现等等。 在整个过程裡面,官方那时候没有办法一下子禁制, 但是它开始稳定局势之后的时候, 你估它不会秋后算账? 这些政治的仇, 往往是比经济,比其他仇是更加深入他们骨髓的, 很多时候,往往几十年之后, 很可能都会算账报仇雪恨的, 这个就是政治, 而去到一个极端的位置裡面,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了。 我这里所讲的, 就是现在这个106的大抓捕, 其实就是对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被捕的人士可能涉及不同程度, 我强调是不同程度,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 那个程度大家都觉得是可以做的, 尤其是没有犯法的, 你现在是用扭曲了或者扩大了的一些所谓罪名, 一顶大帽子凹下去而已。 所以你见现在警方所讲的, 有些来讲都不是拘捕的, 有些是要求它协助调查而已, 例如说民意调查, 钟庭耀他们、钟建华他们。 你见警方其实都是口侧侧的, 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即是他都不能够一下子说这些人是犯罪, 如果是这样,参与下去的那些投票那些人, 你随时可以追溯下去, 为什麽你参与他们组织的所谓犯罪, 这一个就是更加牵涉面大, 官方自己种下来的不是仇口, 而是自己磨碗的臉, 令到你的伤口是你自己自残的。 官方你这些东西你不想。 所以,第一个为什麽会这样呢? 就是秋毫算账。 当时不听话的人, 现在逐个逐个清理你。 第二个原因是怎麽呢? 就是今年如果有的话, 我只能够讲如果有,是什麽呢? 就是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现在的临时立法会, 官方说它任期不少于一年, 留有一条尾巴就说, 有需要的时候可能继续延长的, 会不会变成当年国民党那种的万年国会呢? 不知道的。 总之官方是为金我的政治需要来做事的, 为金我所用的。 所以,如果今年是有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的话, 官方担心你们这批人士, 会不会好像去年那样, 又想一个办法35家来控制着立法会。 其实在立法会裡面的竞争等等, 是大家有个公开规矩, 会连官方自己本身的承认, 甚至是官方主导的, 在一个这样的框架之下, 你自己政治智慧、政治技巧不够人, 你又不够足够的政治道德, 你又没有足够的政治平和去面对问题的勇气。 你三样东西都没有, 所以现在就用封建王朝那种压的方法。 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 侧着他们这班人, 你今年在立法会选举, 如果有,之前你不要搞事令到官方那麽难做, 不过官方用的方法就很笨拙而已。 到第三个原因, 就是如果这样去打50几个人, 其实那个辐射的鱼波, 有些可以影响到今次没有被捕, 或者不受影响的人士, 但是还有一批的,是吧? 开始希望侧着这一批, 跟着希望侧着那些选民。 大家想想, 虽然选民现在不敢得罪那麽多, 但是我打打这班, 令到那些选民觉得我投票给他们, 都很好,没有用的。 甚至上你去投票, 现在是不记名的, 官方会不会有其他某些的方法, 因为现在官方要制造一种白色恐怖, 所以,无论他做不做到, 他都希望能够阻止选民对这一批勇往直前的人士, 影响他们的支持度。 这个大家看到, 你不是靠你的政治技巧、靠你的政治智慧, 以至你的选举过程、你的凝聚力, 去将别人打倒, 而是靠你这些这样的都算旁门左道, 顾左右而言他, 你现在说他们会制造一个痕瘤政府的什麽。 从民间的角度, 这个不是痕瘤, 是你无能才被人痕瘤, 这一个是在基本法的范围裡面, 去做一个合乎最少一部分, 是否主流民意的平衡, 这个方法的意义, 你可以这样解释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讲完三点联想到的问题, 再讲三个目的。 跟着要讲, 现在大家都说你很无道理, 以及你那个做法你是很难服众, 为什麽都要这样做呢? 我只能够讲一句, 过去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真是很平心静气, 跟他合成合理合法这样去讲, 但是现在这件事出来之后, 我不会这样讲的了。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你讲了都浪费气, 因为现在官方是不讲理不讲理, 亦都是不管你不管你, 不管你就是说, 第一个理是道理的理, 我不会跟你讲道理, 他要达到他的目的, 第二个理是理我的理, 他也不会理你。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官方拿出来的所谓理由是非常单薄, 单薄到其中有些人很可能是炒一叠, 弄了上去一块大的物体, 对了, 豉油撈面,搞定了放上桌, 你落什麽药呢? 那些药可能是那些调味, 可能一点都不吸引, 老百姓看见你这样, 根本不会受的, 但是现在的做法已经是被人感觉得到, 他只要将它炒豉油、生抽、老抽, 炒到有色有水而已, 放上桌, 不是给市民吃的, 是给阿爷看的。 所以,去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觉得官方已经不再讲道理, 亦都不会讲道理, 所以,我又怎样能够跟他讲道理, 能够说服到, 所以不需要将事情摆出来, 大家便会很明白, 其实他现在所讲的理, 是用了一些他的解读的法律来做包装而已, 内容都是一个政治打压, 就是那麽简单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都不是不坚持理性, 但是只能够發觉就是说, 我们去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 只能够去看,最重要是看到本质。 好了,我不是因为这样, 所有事情都只是讲感性等等, 而是说有一些我真是不知为什麽, 真是有很多很玄妙以至玄虚的事情是出来的, 为什麽呢?你说我乱说又不是, 我马上就想一月六号, 在中国近代史上面的一月六号, 其实真的發生过不少事情, 这些事情是令到我们大家, 从民间角度是相当痛心的, 为什麽呢?我先举些,我不举太多了, 因为在不同的阶段裡面的一月六号都發生不同的事,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事, 人家不会入脑的, 你说一月六号發生什麽事, 大家很开心, 但是这个是你正常, 在一个平安稳定的环境裡面出现的。 但是我马上想到最少三件事, 是跟一月六号发生在那一天, 不过不同的年份而已。 第一个我马上想到的就是, 1966年1月6号,什麽事呢? 那时候文化大革未正式开始的, 是5月16号当时才正式开始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报等等, 那时候才正式揭开文革, 但是之前酝酿出来,1965年已经酝酿到很多 都在爆的气氛了。 尤其是那时候出现的情况, 就是刘少奇和周恩来慢慢慢慢结合得, 不是串通, 但是被毛泽东感觉得到, 曾经有一次出访,两个一起去, 跟着裡面大家比较走得密切。 结果毛泽东在1965年, 已经开始酝酿要将刘少奇打下来, 结果1966年的1月6号, 大家找回人民日报, 是什麽来的? 人民日报出张的文章当然有背景了, 那篇文章讲什麽呢? 那篇文章要求大家用毛泽东思想统碎一切, 有案可稀的。 这篇文章表面上好像大家都是过着毛泽东, 但实际上是当时毛泽东感觉到, 刘少奇的势力已经慢慢慢慢上, 而周恩来他也慢慢慢慢跟刘少奇比较密切, 还有刘少奇旁边还有一个君头,邓小平, 所以刘邓这一个。 还有凝聚还有习仲勋, 即是习近平的父亲。 所以这篇文章一出, 大家看到毛泽东是反击的, 中国很多的事例,这些有指标性的, 所以1966年这篇文章, 我就会觉得真是又不知为什麽是1月6号, 你说宿命也好,巧合也好,怎麽都好, 我只是将这些事实摆出来。 另外一件事發生在1月6日的是什麽呢? 就是1967年了, 一年之后,66年一年之后, 大家记得1967年已经文化大革命正式揭起浪潮了, 到1967年1月6日半年了, 那时候整刘少奇,什麽黑修养, 讲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黑修养, 大毒草,已经开始砌了。 而到1967年1月6日, 發生另外两件事了,是什麽呢? 第一,发生在上海的,当时在姚文园等等, 开始又批海瑞罢官等等。 那个浪潮已经出来了, 跟着在1月6日,67年1月6日, 是夺权了,是直接夺权了。 由上海市委, 那时什麽陈碧显,大家都不记得了这些名字, 被人夺权,所以当时是叫做1月风暴, 在1月6日發生的。 毛泽东在背后, 看着,因为当时在北京未必动得到, 未必动得到,所以先在地方选, 而那时候在文化上先选, 毛泽东当时是引蛇出洞, 一方面捉了,不是捉了,召集人民日报, 那时候是邓托, 我记得还有没有黄若水,我不记得, 总之邓托是其中一个三家村, 于是叫他们按毛泽东的要求, 阶级道争为刚要强调, 但是推不动,上海马上批判, 对,上海马上批判这批判那样, 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等等, 这些更早發生了。 所以,去到这个时候, 上海發生1月风暴了, 同日又是1月6日,67年, 在北京發生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时刘少奇已经是被斗了, 接着搞株联, 刘少奇的夫人黄光美, 当时她在清华大学, 就是清华大学裡面那批学生, 就在1月6日批刀黄光美, 我记得当时,我不是在现场, 但是看回当时, 是要羞辱第一夫人, 现在事后背景揭出来, 就是当时是江青下令要特别开一个专场, 去批斗刘少奇夫人黄光美的, 当时还准备了很多道具, 道具是什麽呢? 我最深印象一个, 乒乓波珠链,什麽叫乒乓波珠链? 就是大家看着戴珠链, 那些珍珠、珍甲也好,很小粒的, 弄起来,长也好、短也好。 但是当时的红卫兵制造了一个乒乓波, 用乒乓波做起来的大株链, 要他带着,然后游街, 还有子女,其中有一些子女要在场。 当时其实来讲是破坏人伦的, 慘无人道的, 即是打那些来面的。 而最主要的一点, 为什麽会要弄个乒乓波珠链给他呢? 就是因为江青他认为, 在王江美他都周围去出国访问那时, 他就好像当时送美玲那样, 有一个外交夫人的作用。 而王江美出到外面的评价, 又相当不错, 就觉得在王江美真的有第一夫人的风范, 而王江美出到外面, 很一般戴着颈链、株链等等, 都不是太奢侈了。 结果这些就成为了江青, 成为了那些红卫兵, 要斗他,特意去羞辱他, 又是發生在1月6日。 不知为什麽,我说怎麽很接近, 这些很原妙。 另外一次1月6日的事件发生在什麽呢? 1987年, 1987年开放改革了。 是的, 所以我说开放改革之后, 命不等于共产党那种的管治意识, 封建王朝的意识是有改变。 1987年1月6日發生什麽事呢? 就是那时候, 胡耀邦就在86年的时候, 發生过学生、学潮的时候, 胡耀邦被指, 也是被那些老人家, 包括邓小平, 就说他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所以搞到那班学生现在乱闹, 这个情况在香港不是一模一样, 就说你的学生太激进了, 其实是学生有诉求而已, 是吧? 你处理得好的, 你不会好像1976年第一次听安门事件, 你处理得不好的, 大家一定反弹的。 1987年就是这样了, 86年学潮不断起, 其实都没有什麽太乱, 只不过人多表达, 到最后是争取一些民主自由, 是这样的。 怎料邓小平他复出了, 已经坐穩了,当时他觉得不行了, 在84年、83年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收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他利用了这个民间的要求, 打倒了四人帮, 到最后如果这个民间这四大针对他的话, 他就不肯定了, 所以他由83年、84年开始收了, 怎料收到86年都收不到, 接着学运又起来, 所以在87年的1月6日, 又是人民日报, 有一篇什麽文章?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个之前, 原来内部传达就是邓小平大骂学生, 跟着又骂胡耀邦, 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于是搞一个老人帮为主的生活会, 习近平最近没有搞过, 什麽民主生活会的? 就是同这一类了, 结果是怎样? 民主生活会就按住民主两个字, 用生活不符合党的要求等等, 在那时候便踢了胡耀邦下台。 所以,这三个事件, 我马上就想到1月6日, 其实是否有一个宿命在呢? 如果再看得圆妙一点, 我马上讲709加106, 是否等于815?8月15? 你看看近代史上面8月15, 即是厉害的, 又發生过很多这类事件, 令人很伤心的。 我又举个例子, 1965年的人民日报, 当时已经是未有文革, 当时已经找到了批斗很多的文艺作品, 那时候一个德耶成, 这些大家不是看得那麽细緻的, 不要紧,我只是讲一些气氛出来, 这些就是你共产党那个斗争文化不改的时候, 随时每一日你都可能会有一个宿命在那裡的。 另外,如果你反过来计数, 709不是加,而是减106是多少? 变成603,6月3日。 6月3日近代史裡面, 又是很多这类令人很伤心的日子的, 即刻举一个1989来的6月3日是什麽事? 就是已经出动军队去镇压老百姓, 由北京西面杀入去天安门广场, 而到6月4日凌晨4点钟清场, 即是天安门广场, 中间那裡的屠杀, 即是官方自己讲死了200多人, 这个数字一定是少的, 因为官方有另外一个数字, 讲是千多人的, 他只不过将军人与民间混在一起, 其实就是民间死得更多, 是这样的。 所以,那天是6月3日,89年了, 你说惨不惨? 6月3日还有1972年的6月3日, 我这裡看到, 就是说要讲全面要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 即是说你听话的有得吃,不听话的打, 另外1967年66年, 那个6月3日是什麽呢? 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5月16日开始, 没有多久,5月16日到6月3日有几天? 半个月左右,是吧?18日。 马上出现第一个地方政权被打倒, 就是北京示威了。 你看看6月3日又是很不吉祥的日子了, 当然我不鼓励迷信, 我只不过是说大家看到这里, 其实一点就是共产党远远不改变它那种的, 即是胡怡政、斗争天性等等的时候, 经常出现这些,你积累了那麽多年, 你现在100年了,立党100年, 这100年裡面是不是已经不同的日子裡面, 都积累了有很多的民怨, 以至很多你自己种下来的身仇旧恨, 你这些你一下子清,你清不了的, 你只能够逐步逐步谈, 而关键你有没有的心去清,是吧? 现在你在香港又搞106大抓捕, 现在大家就说, 这个很可能还有余波的, 我不想了, 但是这个不是控制在我们手上, 但是看官方它自己能不能够清醒地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不是,它只会是继续种下仇恨的种子, 而到最后,不知什麽时候, 刚性断裂,又重复封建王朝那些血腥了, 是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来讲, 我都真的不开心的,看这些问题, 只不过是说,无论怎样也好, 是有多少能讲的话要讲的都要继续发声, 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